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两天咱们聊封城聊的比较多 聊成都聊武汉聊大庆 因为老百姓长期放在家里面 人都会疯了 人精神会积攒着太多的负面情绪 积攒了太多的利器 因为生活上因为工作上 因为种种原因 他积攒的压力无法得到释放 你稍微给他一点压力 有可能人就爆了 然后今天在成都 又发生了一个恶性砍人事件 咱们先看一看警方的通报 2022年9月6日7点 大义县西豪沟街菜市外 发生一场伤害事件 先一人姓陈67岁 某某日杂店经营者 据说就是卖刀的 持刀将临近一名水果摊经营户 和一名行人砍伤 过程中附近群众上前制止 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 与群众合力将陈某制服 两名伤者已经被送到120救治 无生命危险 这里说的是无生命危险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警方对现场协助控制嫌犯的群众 表示感谢 然后还说不信谣不传谣尊重伤者及家属 不传播相关视频和照片 这又是一个重点 让大家不要去传播视频和照片 从这点就能够看到官方的通报 还是比较心虚的 有什么不能够让大家看到的 有什么不能说的 在这个时候咱们非常有必要去听一听 网友怎么说 你不能够光听官方的 官方他们通报的新闻 首先是要把维稳放在第一步的 首先第一步他们就是要把影响力降到最低 咱们看看网友怎么说的 今天早上大义某社区组织做核酸 一个卖菜刀的男子不配合戴口罩做核酸 志愿者及防疫人员再三劝阻无效之后 拿刀砍了6个人 一名买核桃的大姐当场被砍死 其余几人被砍成重伤 这里有照片 照片比较狼狈 裤子都被拉下来了 这么一个照片 在这里咱们又看到了一个 跟官方通报不一样的一个版本 就是说人家是不愿意戴口罩做核酸 不配合做核酸 才导致的这么一场悲剧 首先你要说性质 它肯定是一个犯罪性质 这里也是伤及无辜了 这里说一名买核桃的大姐当场被砍死 其余几人均不同程度的被砍伤 这就跟官方通报就不一样了 官方通报说伤者均无生命危险 但是在这里传出来的已经有人被砍死了 那么只能够说买核桃的大姐 你不管说他是劝架的 还是在这个过程中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 激怒了他 这就不好讲了 从性质上来说 这肯定是一个犯罪事件 那么你要是再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算是一种反抗体制 本来今天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在想 如果说他砍的人全部都是那些防疫人员 或者说是一些穿制服的公家的人 体制内的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像当年的刀客杨家那样冲击派出所 去放倒几个人 这是属于是一举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伤及无辜 那么这个性质就是比较恶劣 他顶多算是一个刀客 但是绝对的算不上是侠客 如果纯粹是针对体制内的人 那我就觉得这人是侠客了 但是有无辜的人 那他顶多就是一个刀客 对于这么一个事情 网上的版本还是分好几个版本的 一个就像官方所说的 五金店的老板因为疫情没得生意 也发疯了 报复社会拿刀乱砍 是吧 这是一个版本 还有一个版本就是说你逼着人做合作 你逼着人戴口罩 把他给惹急了 这也是另外一个版本 不管他是什么版本 他也不是侠客 但是属于是刀客也伤人了 这就是能够证明一个事情 就是说现在力气太足了 被逼在家里面被封在家里面 你把老百姓逼得没活路了 人就疯了 人在疯的情况之下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昨天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视频 是什么场景 是两家人在吵架 其中一个人拿着一个比较大的锤子 立在那里 另外那个人就比较逞能 你拿锤子了不起 你敢敲我一下 试试 你敢敲我一下 你打一下试试 我躺在这里 你打一下试试 结果那个人还就真的 叭唧一锤子敲进去 人就给敲没了 我看到那里我就特别引起我的不适 这个视频是绝对不能够放出来的 关注推特的应该有一部分网友 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你要说封 有些人还真的是特别的倒霉 今天还看到一个哭笑不得的 说张某在上海上班的成都人 在上海封了两个月 解封之后跑到三亚去旅游 然后再次被封 解封之后回到成都探望父母之后 又被封 江湖人送外号张三丰 张三丰 张三丰 这封了三次 人有没有封咱不知道 但是经历了这接二连三的封锁在家里边 我觉得他的心态肯定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如果说是一个人封了 这只能说是一个个体事件 但是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太多人了 这种悲剧太多了 人能不焦虑吗 如果说身体健康的 家里被粮充足了 手里钱也充足了 营养力还称个百八十万的 还能够稍微安下心 是吧 家里摆一摞书 每天你看看书 每天你坐到俯卧城 每天你在阳台上大叫几声 人也能够舒缓一下心情 就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停一个月家里就要断链了 我之前在国内 我算得上是一个资深的韭菜了 我就是感觉特别的焦虑 怎么个焦虑法 如果说有超过两个月不工作 你的钱就不够花 你就没有办法去生活 你就没有办法去社交 你就只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开销 降到最低的生存需求 早很多年前我最穷的时候 租个房子一月二百 然后吃每天去社区门口买了个饼 一块钱的面饼能吃一天 然后拌点咸菜 喝点自来水 就那么挺过去了 十几年前我过过这样的穷日子 当然现在也很穷 但是起码就是说家庭 我再尽力的去赚这个钱 没有到那一步 但是国内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人已经到这一步了 你把它放到家里面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一个月 停过去了 再疯的话 银行里没钱了 冰箱里面空了 工作保不住了 社保给停了 保险给停了 人不疯啊 心里这股力气怎么去发泄 心里这股怨气怎么去释放出来 我跟你讲我都受不了 我天天在家里面做节目 我都会感觉身体需要运动 我都跑去给别人去干义务劳动 帮别人除草干嘛的 我不要钱 不图啥 就图能够出一身汗 那就更不要说那些疯在家里面的 哪都不能去的了 那人不疯了 所以说现在二十大之前 共产党高层他们在内斗 团派跟习派在内斗 那就把老百姓给折腾到死就好了 就是说有点家底的 有点背景的 有点关系的是吧 你能够挺个三五个月 家底的后的你挺个三五年都没问题 但是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 李克强都说了 中国有6亿人 月收入不足1000元 你让这些人怎么办 10天像杨改兰那样活不起了 把家人都给弄死了 这种悲剧还少吗 之前杨改兰的悲剧 现在在这些风城期间越来越多又在涌现了 上海的悲剧在成都重演了 成都的悲剧是不是要在武汉在东北再重演了 现在是全国大面积都在发生这种各种各样的悲剧事件 你能够控制住吗 你根本就控制不住 只能够说中国这么一个政治体制之下 高层内斗 神仙斗法 天庭打仗 老百姓遭殃 民间遭殃 能不能把人命放在地位 有多少人是因为有病没办法去看防疫最重要 是把地震你都不要出来 地震这都只是10秒8秒的事情 但是你要待在家里面 你不能够去传播成为密集 不然就跟你有什么红马 黄马之类的 这你们没有把人命放在地位 防疫的目的是什么 不还是为了让人们可以安全有保障的活着吗 现在因为动弹清零政策导致了一系列的次生危害 咱们今天讲了这么一个恶性的砍人事件 这也是一个次生危害 它是一个恶性的事件 咱也不给它洗白 咱也不说它是侠客 它是刀客 它是坏人 你可以说它是坏人 如果说我要是辩护律师替它去辩解几句 那真的是把人给憋疯了 那没办法 把一个普通的百姓给憋疯了 放在平时那可能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贫图百姓 你这么一个长时间封城 就把人给憋成这样了 像这种事情 还是那句老话 不是第一期 也不是最后一期 只会越来越多 怎么办 放平心态 以扯淡的心情 看待这个操蛋的事的 好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 下面有我广播电报频道的连接 点击进入就永不失联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